因为说到这个科技行业 特首梁振英曾经是说过 香港要解决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 必须要借助科技创新 并且要把握一带一路的新机遇 而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当中 地理位置优越的以色列 也将会直接地受惠 在今日中意科技创新投资大会 在香港举行 来自内地 以色列 以及香港的嘉宾都是表示 未来科技将会来促进 中意双方经济的发展 并将会加深多方合作 第三届中意科技创新投资大会 26日在香港举行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 在开幕里致辞时表示 以色列与中国可成为 战略性合作伙伴 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 而以色列也具有科技创新优势 两国可以优势互补 在将来创造更大的发展机遇 中国是一位世界最大的 最大的经济力 以色列持绝对市场的 我认为技术的技术 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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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比较竞争 我们是比较合作优势 同时出席活动的香港数码港主席 林嘉里也说到 目前有900家企业设于数码港 而其中更有200家属于科技金融领域 未来香港借助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优势 再加上与以色列的合作 肯定会成为科技创新的大赢家 另外多位嘉宾也提到 现实内地科技 特别是互联网科技 已经飞速发展 其中杭州等城市 已经发展成为无现金社会 相信飞速发展的科技 也将云含着巨大的商业潜力 去年中国直接投资以色列的规模 是达到了1600多亿美元 其中有不少的资金 也是透过香港的基金 来进行投资以色列的 在活动上 以色列驻港大使也是说到 由于香港本身具有金融服务 等方面的优势 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公司 来香港设立总部 台第一卫视 孙雪奇刘小布 香港报道 好 廖博士我们来说说 与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深圳 我们看到这几年 是非常地大胆创新 尤其是在科创精神方面 也确实看到 非常首屈一指的这些科创的公司 都是落地 base在深圳的 那其实对于深圳来说 因为有了这样的科创企业 所以可以让他们的综合竞争力 直逼香港 那么刚才 香港数码港的主席也是表示说 如果是继续借助 一带一路以及以色列的话 接下来在科创方面 香港会成为赢家 您怎么来看 香港在科创方面的发展 香港在科创方面的发展 平行尔论 目前来讲 确实是还是比较欠缺 因为香港主要是金融中心 以前是贸易中心 专业服务中心 那么科技方面的话 也进行过努力 但是平行尔论 应该来讲 目前还是说 就是说成效的 就是说还是有限 但我想就是说 这不表明以后就没有前景了 以后还是有前景的 第一个就是说 怎么样跟深圳能够结合起来 那么就是说 深圳已经是全世界的科创组 自己说是仅次于硅谷 也可能说的夸张一点 但我想也就是时间的问题 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科创中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香港的科创怎么样发展 那我想一方面就是说 现在也成立科创局了 对吧 科技创新是不断涌现的 对不对 虽然深深走在前头了 但还有新的东西出来 如果我们香港 利用我们资金的优势 完了以后引进人才的 各方面的 还有法律制度 各方面的优势 在新涌现的 我们能够及时抓住 也不是说不能赶上 也不是说不能够跟上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怎么样就是说 跟深圳结合起来 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 跟深圳的科创企业服务 当然深圳做了 你再重新做同样的 可能会 就由于竞争性比较大 可能会比较困难 但是就是说 深圳就是说做的 因为科创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 可以不断地 外延可以不断地延伸的 我们怎么样为它服务 从资金方面 还有包括一些 新技术方面 新技术当然不是我们香港 自己来做 而是怎么样把深圳的新技术 跟国际上连接起来 对吧 还有当然就是说 利用我们香港的这些 信息 法律环境等等 那么就是说怎么样 补缺跟深圳的互补的关系 或者也可以说 为深圳的企业做一些外围的服务 这个来讲对香港 也是进行科技创新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 其实两地还是需要优势互补 才可以让香港科创事业 更加有前景的 所以我们来看到 现在全球的经济 已经是开始东移了 尤其是像一带一落 包括是亚洲的一些经济体 其实有很多的 它们这个重心 开始放在科创事业上了 也就涉及到很多 这个产品的问题 尤其是在产品上 那肯定就要说到 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了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的确是在全球来说 它是一个申请专利第一的国家 但是它单这个贡献量 又是非常之低的 那因为在这个 刚才您也提到说 香港不光是有一个集资中心 融资中心 包括在这个法律服务上 也是非常之先进的 所以接下来有没有可能 香港会成为一个 提供给内地的非常好的一个 在这样一个知识产权 贸易保护方面的一个平台 您怎么看 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只要我们努力去做 是有这种前景的 那么中国的 你刚刚说这个专利来讲 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 反正实际上你要看 这个现在这个 就是说在高级的杂志 就是说这个 领先杂志上发表的 这个论门数目来讲 实际上中国也是领先的 所以中国在这方面 内际来讲确实发展比较快 当然就是说这些专利里面 真正是真正顶尖高端的 还是就是说没有美国 西德 没有德国他们那么多 但就是说这个就有个 确实有个知识产权问题 那么国内在知识产权方面 应该来讲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也是也是一个新的问题 那么香港作为知识产权也可以交易 对不对 一个保护一个交易 那香港呢 那这个都是跟法规 跟这个国际怎么接轨 可能对内地的这个知识产权的发展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这样的话香港确实可以利用 它这个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完了以后这个法律人才 国际人才这方面的 完了以后自由环境信息 这些优势呢 成为就是说这个内地的 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交易的 这样的一个中心或者平台 你就说两地还是要多多的交流和融合 优势互补一下 另外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 这个携手可做的一个案例 就是在6月13号 我们看到呢 香港正式成为了亚投行的议员 那其实亚投行 跟这个一带一路的概念 有一点像这个孪生兄弟 也就是说 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基础的设施 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情况下 你光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去单打独斗 是完全不足够的 肯定需要多国力量完全的 凑在一起集合起来 才可以打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的 但是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来看 因为对于这个香港来说 当然本身对于中国的经济贡献 是非常之大的 同时在这个国际上的地位 也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但是说因为它没有这个 第一和第二的 产业和经济作为它的支撑 如果一旦说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遇到任何的问题的话 有没有可能会导致香港的经济 遭受到严重的打击 这个肯定是这样 香港就是说 它当然产业也要多元化 但是你再多元化的话 实际上也是不可能 能把工业和农业制造业 除了高端之外弄回来的 因为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服务业主导 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 往回退 特别作为香港这样一个城市经济来讲 是不可能往回退的 所以以后肯定还是在服务业方面 走在前面 进一步走在前面 特别是像金融和专业服务 这几个方面 那服务业就是说 服务就服务别人 不光服务自己的话 服务别人就取决于 很大程度取决于需求 外来的需求 外来的需求就像你说的 如果说外来动荡很大 那么这样的话 自己因为又没有产品 又没有农业 又没有工业 就确实会显得比较脆弱 但是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服务性经济的特点 但是在外围好的时候 那服务性经济 它的增加值就比较高了 所以香港就能够成为 目前已经是发达经济体了 还能进一步 比其他发达经济体 就增长更快一些了 当然就是说 如果还是要尽量的多元化 因为即使从服务业来讲 目前的四大经济支柱也可能不够 那比如说包括科创 那科创实际上对香港来讲 我觉得也是服务业 并不是他就要做那个产品 而是科创的一些研发和服务 那如果说在服务业方面 能够范围更广一些 除了目前四大经济支柱 加上科创 科创有关的服务 生产性服务 那这样的话 可能抵抗外来的能力就更强了 在刚才您也提到说 在这20年来 其实有很多概念是新提出来的 包括像这个一带一路的概念等等 那其中还有一个就不得不提 就是9加2 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 也就是在之前有这个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三番湾区等等 那么现在因为有这些 这些湾区的概念的一些成功的经验 所以现在对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是非常寄予厚望的 但是我们来想一想 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 其实跟之前有一个 泛珠三角这样一个区域 它们这个不同点在哪里呢 你怎么来看这件事 这个不同点就是说 一句话来讲就是说 粤港澳大湾区是 泛珠三角的缩小版 泛珠三角是什么9加2 2嘛都是香港和澳门 但是人家9个省 对不对 你现在的话也是叫9加2 不过是9个市 是珠三角里面的9个市 所以这个范围是大大的 就是说是比较 特别浓缩了 那为什么浓缩呢 实际上来讲 就泛珠三角也是 我记得是张德江在 广东做书记的时候提出来的 那已经十几年了 我想可能由于当时的这个概念 现在太大 因为像你9加2的话 相当于中国的这个 不管是从人口 还是从地理 还是从经济体量来讲 将近三分之一 那么就是说一步 就是说你从原来是 只不过香港跟珠三角合作 一步一下子 变成了中国三分之一合作的话 可能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成熟 这时期还没有成熟 太大了 所以来讲 这十几年来我个人感觉 但是泛珠三角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我记得当时的特首还是曾银权 还带着一些香港的政府代表团 访问了各个9个省市 但是访问就完了 也没什么 最没有什么很多的项目 或者没什么后续的一些动作 所以可能从可行性来讲 可能在目前阶段 就是说泛珠三角可能可行性还不高 但是现在把它浓缩了 浓缩成一个也是九家 但是是珠三角的九个市 对 比珠三角 珠三角是15个市 珠三角 珠三角里面靠海的 这九个市 就把它变成了弯曲的概念 所谓弯曲 就刚刚说了东京 纽约和旧金山 弯曲是目前 就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用这个9加2的概念 跟之前不一样 它是更加的集中火力 更加集中火力 最优秀的 集中在弯曲了 就是弯曲经济了 就建立弯曲经济了 因为你这个弯曲不弯曲的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弯曲的话 它就是意味着开放 意味着就是说 跟世界接轨的比较快 这就更加集中 好 谢谢廖博士的分析 那我们也是双够休息 待会儿回来